最好的朋友 佩奇在等她最好的朋友小羊苏西 你好啊苏西 你好啊佩奇 小羊苏西来找佩奇玩了 佩奇喜欢苏西 苏西也喜欢佩奇 她们是最好的朋友 佩奇 你为什么不和苏西去你的卧室玩 好的妈妈 乔治也想一起玩 佩奇和苏西喜欢在佩奇的卧室里玩 乔治也喜欢 不行乔治 我们的游戏只适合女孩子玩 你去玩你自己的玩具吧 佩奇和苏西想要自己玩 我是一位小小仙女公主 我现在要挥动我的魔法棒啦 然后把你变成青蛙 乔治不喜欢自己玩 乔治想要一起玩 不行乔治 我在和苏西玩呢 你应该去别的地方玩 乔治想和佩奇玩 她感到有点孤单 乔治 我需要帮忙 我现在在做巧克力饼干呢 我需要你帮我舔一下这个碗 乔治喜欢帮妈妈做饼干 但她更想要和佩奇玩 我想当护士 我想当一位医生 那么谁可以来当病人呢 乔治 佩奇和苏西喜欢扮演医生和护士 乔治也喜欢 佩奇听了听乔治的心脏 好了乔治 深吸一口气 然后咳嗽 我觉得你的心跳有一点慢 我帮你贴块窗可贴 把嘴帐大一点 苏西给乔治量了体温 天哪 你的体温很高很高 我想你得在床上躺上三年了 猪爸爸过来找乔治了 哦 糟糕 乔治他是怎么了 别担心爸爸 玩游戏而已 乔治是我们的病人 哦 我明白了 那我可以来探望病人吗 只能看一会儿哦 因为他可能会很累 吃饼干 是的 这是给乔治的 只是能治好他病的药 不好意思医生 你能帮我吗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好痒啊 我听到你的肚子在响呢 我想你是饿了爸爸 我需要吃很多的饼干 那样我会好一点 还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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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琪和她的家人去看猪爷爷和猪奶奶了 你好奶奶 你好爷爷 你好奶奶 你好爷爷 你们好 我的小宝贝们 快点进来吧 有个惊喜给你们 是什么惊喜啊 我们养了只新宠物 你们猜猜看是什么 是恐龙吗 不 我们养的宠物不是什么恐龙 快进来看看 猪爷爷和猪奶奶养了一只宠物鹦鹉 佩琪 乔治 这就是我们的新宠物了 它的名字叫玻璃 漂亮的玻璃 漂亮的玻璃 一只聪明的鹦鹉 一只聪明的鹦鹉 妈妈 为什么不管奶奶说什么玻璃都会跟着说呢 鹦鹉会学人说话 你看着 你好 玻璃 你好 玻璃 真是只可爱的小鹦鹉 真是只可爱的小鹦鹉 你们都跟我来吧 来 来喝茶 佩琪 乔治 快过来 这儿有巧克力蛋糕 来了 奶奶 佩琪和乔治最爱吃巧克力蛋糕了 但是今天他们赶着要去和鹦鹉玻璃一起玩 我吃完了 你们两个小家伙可真吵啊 奶奶 我们现在可以离开餐桌去和鹦鹉玻璃玩了吗 你们两个确定蛋糕已经吃干净了吗 那就去玩吧 走啦 乔治 你和玻璃说说话 乔治有点不好意思 你好啊 你好 佩奇和乔治真的非常喜欢和鹦鹉玻璃一起玩 我是佩奇 我是佩奇 乔治 你和他说话呀 佩奇和乔治在假装自己是鹦鹉 我是鹦鹉玻璃 佩奇在想有什么可以和鹦鹉玻璃说的 我是一只吵人的鹦鹉 我是一只吵人的鹦鹉 佩奇 乔治 你们在和玻璃玩吗 是的 奶奶 玻璃是一只可爱的小鹦鹉 是的 奶奶 一只聪明的鹦鹉 一只吵人的鹦鹉 是一只吵人的鹦鹉 这只吵人的鹦鹉 哇 我的天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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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眼睛不见了 猪爸爸常戴着眼镜 他戴上眼镜才能看得清楚啊 猪爸爸戴上眼镜之后 一切看得很清楚 但是当猪爸爸摘掉眼镜之后 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很模糊 所以对猪爸爸来说 知道自己的眼镜在哪儿是很重要的 有的时候猪爸爸会找不到他的眼镜 佩奇 乔治 你们见到过爸爸的眼镜吗 他到处找都找不到 没有妈妈 佩奇和乔治不知道爸爸的眼镜在哪里 哦 糟了 爸爸没有眼镜就什么都看不到 这会弄得他很焦躁的 没有眼镜 猪爸爸根本看不了报纸 这真是令人无语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肯定有人把我的眼镜藏起来了 你还记得最后把眼镜放在哪儿了吗 我不戴的时候都是把眼镜放在口袋里的 但现在不在口袋里 那么爸爸我们可以帮你一起去找眼镜吗 好主意呀 佩奇 如果找到了 那爸爸就不会这么焦躁了 我并没有焦躁 佩奇和乔治开始帮爸爸找眼镜了 佩奇找了报纸底下 但是爸爸的眼镜不在这儿 嗯 乔治找了电视机的上面 但是爸爸的眼镜也不在那儿 嗯 我们到楼上爸爸妈妈的卧室里去看看吧 哈哈哈哈 佩奇和乔治开始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找 乔治 你要小心一点 别把东西碰倒了 哈哈哈哈 这一点都不好笑 佩奇找了枕头底下 但是爸爸的眼镜也不在那儿 嗯 乔治找了爸爸的拖鞋 但是眼镜也不在那儿 哈哈哈哈 我们去浴室看看 哈哈哈哈 哈哈 佩奇和乔治开始在浴室里找 眼镜不在浴缸里 眼镜也不在马桶里 这眼镜也太难找了 佩奇和乔治就是找不到爸爸的眼镜 哪儿都没有 我们全都找过了 但是哪里都找不到爸爸的眼镜 哦 糟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看来我以后只能适应没眼镜的生活了 如果我走得慢点 我不会撞到东西的 你们快看 眼睛就在这里 我说猪爸爸 原来你一直都坐在眼睛的上面 哦 迷糊的爸爸 怎么会跑到那儿去的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虽然你的确是有一点点迷糊主爸爸 但至少你不会再焦躁了 我可从来没有焦躁过 我的生日派对 今天是佩奇的生日 现在天才刚亮 今天是我生日 嘿嘿嘿嘿 乔治快起来 今天是我生日 哦 我要办一个生日派对 爸爸还会准备魔术表演哦 快乔治 我们去叫醒爸爸妈妈 猪妈妈和猪爸爸 现在还在睡觉 起床啦 今天是我的生日 现在几点了 已经很晚了 现在才早上五点钟而已 是的 一天过得很快的 好的 我们开始庆祝你的生日吧 太好了 猪爸爸猪妈妈和乔治 把生日礼物送给了佩奇 生日快乐佩奇 哦 是什么呢 是玩偶的裙子 太迪有新衣服穿了 谢谢大家 别客气佩奇 我不知道太迪原来是个女孩 哦 爸爸 太迪当然是个女孩了 我喜欢我的新裙子 谢谢大家 不用谢太迪 小心不要弄脏了 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节目吗 是的 我的朋友们都会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爸爸还会给我们表演魔术 没有人会知道魔术师是你的爸爸 你介绍我的时候 就说是传说中的神秘人 传说中的神秘人 是的 传说中的神秘人 爸爸一整个礼拜 都在练习他的魔术表演 我的朋友们来了 好 这些是佩奇的朋友 小猫坎迪 小杨苏西 小狗丹尼 小兔瑞贝卡 和小马佩德罗 你们大家好 生快乐佩奇 来吧孩子们 派对要开始了 好 猪爸爸准备要表演魔术了 佩奇 记住你要说的哦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有请 传说中的神秘人 好的爸爸 女士们先生们 有请神秘的爸爸 好 我的第一个魔术是 变变变变变 哇哦 是泰迪 我的下一个魔术 我需要一位观众帮个忙 哇哦 我只需要一位 小女孩 你是第一个举手的 告诉观众你的名字吧 我叫小杨苏西 好的苏西 这里有三个球 一个红色的 一个蓝色的 和一个黄色的 好的 当我转过身去的时候 你要悄悄地在这儿选一个球 好的 你选好了吗 是的 变变变变变变 你选择了黄球 不是 呃 变变变变变变 篮球 不是 变变变变变变 红球 是的 是红球 好耶 糊涂的神秘爸爸 你把三种颜色都说了 小声点佩奇 别让别人知道 还想再看一个魔术吗 试试想看 闭上眼睛 不准偷看哦 跟着我念咒语 变变变变变 变变变变变变变 睁开眼睛吧 哦 好吧 我的香蕉生日蛋糕 把蜡烛吹灭吧 佩奇 好耶 生爱了佩奇 谢谢你们大家 这是我过的最棒的生日了 去海边玩 佩奇 佩奇一家要去海边玩 佩奇和乔治最喜欢去海边玩 这么多的东西 我们必须小心 别把东西落下了 遮阳伞 海滩包 毛巾 水桶 铲子 还有一个沙滩球 很好 但在你们玩之前 都得先涂好防晒霜 太阳太毒了 所以佩奇和乔治 要涂上防晒霜 我们来玩这个沙滩球吧 看起来能玩 真是个不错的沙滩球 乔治 你来扔球 然后我来追它吧 乔治 接住了 噢 糟糕 乔治太小了 接不住球 没事的 乔治 你们想去海里玩水吗 是的 很想爸爸 那就把币圈带上吧 好 行了 带上币圈后 你看起来很可爱 该稳了 该稳了 很好 现在我们可以下海玩了 海水冷不冷啊 暖暖的很舒服 哦 哇 慢一点 是你先开始的猪爸爸 应该破够了吧 爸爸 我真喜欢在海边玩 佩奇和乔治很喜欢海滩 大家都喜欢海滩 佩奇 乔治 你们想玩水桶和铲子吗 是的想玩 妈妈 爸爸 爸爸 我们可以把你埋在沙子里吗 呃 这个 求你了 爸爸 哦 好吧 太棒了 哈哈哈 佩奇和乔治 把猪爸爸埋在沙子里 慢慢来 好了 现在你跑不了了 爸爸 directamente 我的头有点热 帮我戴草帽吧 那样的话 你得说请才行 请帮我戴草帽吧 当然可以了 爸爸 嘿嘿嘿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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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也许我可以在这里小睡一会儿 乔治 我们来搭沙滩城堡吧 佩奇和乔治开始搭沙滩城堡 首先把沙子装进桶里 就像这一样 然后把水桶放个根 轻拍一下 把桶提起来 变出来吧 一座沙滩城堡 变出来 另一座沙滩城堡 佩奇 乔治 该回家了 千万别落下东西哦 我来检查一下 以防漏了什么 毛巾 海滩包 追养伞 还有沙滩球 全都在这儿了 我觉得我们好像忘了点东西 原来如此 我们忘了帽子 爸爸 我们把爸爸忘了 没错 我们把爸爸忘了 怎么了 爸爸 我们差点把你忘在沙滩上了 但乔治想起来了 咳 乔治想到了我 很感动 恐龙先生弄丢了 乔治最喜欢的玩具是恐龙先生 恐龙 乔治最喜欢恐龙先生了 有时候乔治喜欢用恐龙先生吓唬佩奇 太吓人了 吃晚饭的时候恐龙先生坐在乔治身边 这是谁发出的声音 是你吗 乔治 还是恐龙先生 恐龙 洗澡的时候 乔治和恐龙先生一起洗 晚安 佩奇 晚安 妈妈 晚安 乔治 晚安 恐龙先生 乔治睡觉的时候 恐龙先生和他睡在一起 乔治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把恐龙先生扔到空中 在他掉下来的时候把他接住 佩奇正在和猪爸爸下棋呢 我赢了 爸爸 吓得好 佩奇 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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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恐龙 乔治 你把恐龙先生弄丢了 乔治把恐龙先生弄丢了 不用担心 我们会找到恐龙先生的 现在该轮到侦探出场了 可是爸爸 什么是侦探 我所说的侦探呢 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 能帮别人找到掉了的东西 我 我 我就非常擅长找东西 好的 那佩奇来做侦探吧 乔治 我现在是侦探了 我会帮你找到恐龙先生的 也许 侦探小姐 你应该问乔治一些简单的问题 乔治 恐龙先生他在哪里呢 乔治不知道恐龙先生在哪里 侦探小姐也许该试着 猜猜恐龙先生流落到哪儿了 我知道 我知道他在哪里了 乔治总是在洗澡的时候 让恐龙先生陪着 所以恐龙先生是在浴缸里 恐龙先生不在浴缸里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恐龙先生在哪里了 乔治总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让恐龙先生陪着 所以他一定就在床上 恐龙先生不在乔治的床上 嗯 也许我们应该去花园里找一找 是的 去花园 我正准备说要去花园找呢 恐龙先生在什么地方呢 看来恐龙先生真的很难找到啊 嗯 哪里都没有看到恐龙先生 乔治 你最喜欢把恐龙先生扔到空中了 我想是不是你这一次把恐龙先生扔得太高一点了呢 在那里 在那里 是我先看见他的 干得好 佩奇 你真是一位出色的侦探小姐 恐龙先生 恐龙先生 找回了恐龙先生 乔治开心得不得了 看来在树的附近和恐龙先生玩真不是一个好主意 哈哈哈哈哈哈哈 泥坑 今天下雨了 所以佩奇和乔治不能在外面玩 爸爸 现在雨停了 我们能出去玩吗 好的 你们两个去玩吧 佩奇最喜欢在泥坑里玩 我最喜欢在泥坑里玩了 佩奇 如果你要在泥坑里跳 你必须得穿上靴子才行 对不起妈妈 乔治也喜欢在泥坑里跳 我说乔治 如果你要在泥坑里跳 你必须得穿上靴子才行 佩奇喜欢照顾他的弟弟乔治 好了 乔治 我们再去找几个泥坑跳吧 佩奇和乔治玩得很开心 佩奇找到了一个小泥坑 乔治找到了一个大泥坑 你看乔治 那里有个很大的泥坑 乔治想第一个泥坑里去玩 等一下 乔治 我得先检查一下这里安不安全 很好 你可以放心地玩了 对不起 乔治 只是先检查一下 只是先你而已 佩奇和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来吧 乔治 我们快点去给爸爸看看吧 我的老天哪 爸爸 爸爸 你猜猜我们刚才干了什么 让我猜一猜 你们刚才看电视了 不对 你猜错了 你们刚才洗澡了 不对 不对 我知道了 你们刚才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没错没错 爸爸 我们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看看你们弄得多脏啊 糟糕 没事 只是些泥而已 快清理干净 别让妈妈看到你们这么脏 爸爸 我们清理干净之后 你和妈妈也会一起来玩吗 是的 我们都可以在花园玩 佩奇和乔治穿着他们的靴子 猪妈妈和猪爸爸 也穿着他们的靴子 佩奇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哦 看哪 猪爸爸 瞧瞧你身上多脏啊 只是些泥而已 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佩奇在等他最好的朋友 小羊苏西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奇 小羊苏西来找佩奇玩了 佩奇喜欢苏西 苏西也喜欢佩奇 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佩奇 你为什么不和苏西去你的卧室玩 好的 妈妈 乔治也想一起玩 佩奇和苏西喜欢在佩奇的卧室里玩 乔治也喜欢 不行 乔治 我们的游戏只适合女孩子玩 你去玩你自己的玩具吧 佩奇和苏西想要自己玩 我是一位小小仙女公主 我现在要挥动我的魔法棒了 然后把你变成青蛙 乔治不喜欢自己玩 乔治想要一起玩 不行 乔治 我在和苏西玩呢 你应该去别的地方玩 乔治想和佩奇玩 他感到有点孤单 乔治 我需要帮忙 我现在在做巧克力饼干呢 我需要你帮我舔一下这个碗 乔治喜欢帮妈妈做饼干 但他更想要和佩奇玩 我想当护士 我想当一位医生 那么谁可以来当病人呢 乔治 佩奇和苏西喜欢扮演医生和护士 乔治也喜欢 佩奇听了听乔治的心脏 好了 乔治 深吸一口气 然后咳嗽 我觉得你的心跳有一点慢 我帮你贴块窗可贴 把嘴帐大一点 苏西给乔治量了体温 天哪 你的体温很高很高 我想你得在床上躺上三年了 猪爸爸过来找乔治了 哦 糟糕 乔治他是怎么了 别担心爸爸 玩游戏而已 乔治是我们的病人 哦 我明白了 那我可以来探望病人吗 只能看一会儿哦 因为他可能会很累 吃饼干 是的 这是给乔治的 只是能治好他病的药 不好意思医生 你能帮我吗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好痒啊 我听到你的肚子在响呢 我想你是饿了 爸爸 我需要吃很多的饼干 那样我会好一点 还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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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罗伊的木偶表演 佩奇一家去看望猪伯伯 猪伯母和堂姐克罗伊 我觉得猪伯伯会在吃好午餐后睡着 他每次都那样 猪爸爸 你不该这么说你自己的哥哥 尤其是在孩子们面前 但那是真的 猪伯伯每次都吃太饱 然后就睡着了 而且大呼打得很大声 佩奇 乔治 忘了我刚说关于伯伯的事吧 好的 爸爸 佩奇和家人 到了猪伯伯和猪伯母的家 你们好 伯伯伯母 你们好啊 你们好啊 你好啊 哥哥 猪伯伯是猪爸爸的哥哥 克罗伊是佩奇和乔治的堂姐 你好啊 克罗伊 你好 佩奇 你好 乔治 我想给你们看点东西 等等我呢 这个是我的新木偶剧场 是我的爸爸给我做的 我已经做了两个木偶了 这个叫做克罗伊 你好 我是小猪克罗伊 而这个是我爸爸 是伯伯 你好 佩奇 我是猪伯伯 克罗伊 我和乔治 能不能也做个木偶呢 可以啊 克罗伊画了木偶的眼睛 我能画他的嘴吗 可以 我的名字叫佩奇 乔治 你想做什么样的木偶呢 恐龙 你想做恐龙 不管你问乔治要干什么 他一定会回答你恐龙 好的 一只恐怖的恐龙木偶 克罗伊在给乔治做恐龙木偶 他要有尖尖的牙齿 给你 一只恐怖的恐龙 吃午餐了 孩子们 来了 午餐之后 我们来跟木偶表演吧 好 朱伯母给大家做了意大利面 这个意大利面实在太好吃了 最好吃的意大利面 这就能看出来你俩是兄弟 每个方面都很像 什么意思 我们完全不一样 佩奇 乔治 还有我 准备了一个木偶表演 真是太好了 准备好了 叫我们 叫我 木偶表演 听上去很好玩 还有时间 我能再包吃点吗 我也想再来点 我也想再来点行吗 木偶表演马上要开始了 你们好 我叫做克洛伊 你们好 我叫做佩奇 是一只恐龙 一只可怕的恐龙 一只可怕的恐龙 真是不错 表演的真棒 太棒了 我是猪伯伯 你好啊伯伯 你好啊佩奇 看上去真像你 我觉得他们把我的肚子做大了点 我非常喜欢我的午餐 伯伯 你睡着了会打呼吗 就像是你以前那个样子 这是什么意思啊 爸爸说你吃完午餐总是会睡着 而且打呼声很响 就像这样 你爸爸说得对 我确实这样打呼 猪爸爸 你真不敢说你些关于猪伯伯的话 我不觉得猪爸爸还有猪伯伯 能听见你说的话 猪爸爸和猪伯伯都睡着了 他们两个果然是亲兄弟啊 发生了什么事 木屋表演还没有开始吗 你真不准